在有外籍学生因略涉及毒品犯罪活动被警方逮捕 雪州警方日前在沙灯一带展开过滤小毒行动时 发现一名形际可疑的尼日利亚籍男子 当警方上前盘查时 男子竟然聚查拔腿就跑 但还是马上被警员制服 警方随后在男子的车上发现大麻 随即扣留这名持有学生证的男子 沙灯警区主任梅格透露 速读组警员在同一场扫毒行动中 也逮捕了另外五名尼日利亚籍学生 包括一名女子 这五人也涉嫌在沙灯一带贩买毒品 警方调查发现 两宗案件被捕的一共六名学生 同样在吉隆坡敦拉萨路的 一所私人学院求学 他们从交赖康勒花园一处毒贩那里 取得毒品后再分销出去 警方在这场行动中 共起获了16块压缩大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